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大家好,我是起聪 今天我继续跟大家讲这个心灵课程 心态的练成 今天我要讲的主题是 养成好习惯 OK,我开始念了 现在的年轻人 好习惯没多少 坏习惯倒是多得很 吃喝玩乐 迟睡迟起 好意勿劳 投机取巧 基本上这些都说中了吧 这里我要老话说一句 人生最大的财富就是健康 而我认为健康不只是生理上 还必须是心理上 要拥有好的健康 就要从培养好习惯开始 先说生理上的健康 年轻人饮食不要太过放纵 盐油糖少吃一点 尤其是奶茶少喝两杯吧 中年三高发病期就可以挪后一点 至于良好的睡眠品质是不可或缺的 早睡早起身体好 脑细胞比较有活力一点 脑袋思维也比较清醒一点 然后到心理上的健康 这才是这一篇的重点内容 年轻人最应该培养的习惯就是阅读 现在的科技日新月异 所谓的阅读已经不仅仅局限于运刷读物 这里指的阅读是指一切可以吸取新知识 或温习旧知识的管道 坦白说 现在的年轻人很多已经没有耐心 再去看白纸黑字了 而是更有兴趣去看一些视频内容 无所谓 都是殊途同归 只要可以达到增加知识的目的就可以了 年轻人不要太过沉浸于没有内容的娱乐 而是应该花更多时间去吸取新知识 或温习旧知识 即使是流染视频内容 也可以把娱乐和知识合二为一 合二不为 没有其他的习惯比阅读更加重要了 因为我们生活在这个瞬息万变的年代 需要大量的知识来充实我们的思维 才能够追上时代进步的速度 旧的知识要不断温习以防忘记 新的知识要不断灌入以装备自己 当你掌握了所有的新旧知识过后 只要你懂得应用 一定可以发挥在你的职场 或者是日常生活中 除了阅读 年轻人第二应该培养的好习惯 就是守时 也就是时间观念 我相信大家身边总是会有一些不爱守时的朋友 然后也经常 也很惹人讨厌 每次都要一大半人 干等他三三来迟 虽然说不守时 还不至于丢了诚信 但对于别人来说 也是一个很令人反感的不良习惯 对自己的人员会大打折扣 甚至严重到朋友都不敢约你出来 你不守时 让别人白白等你 就等于在浪费着其他人的时间和生命 如果遇到一些脾气不好 又或者爱计较的人 随时翻脸都可能 又何苦呢 因此 从现在开始 好好培养自己守时的习惯 第一件要做的事情 就是彻底纠正自己最后一分钟的坏习惯 也就是凡事都要等到最后截止时间 才来匆匆赶上 如果截止日期十天后 强迫自己至少八天后就该把事情做好 如果约了别人十点见 最迟九点四十五分就要到约定地点 以此类推 久而久之就可以改掉不守时的坏习惯 从此做个守时的乖宝宝 到时就变得人见人爱了 培养守时习惯还有一个好处 就是你总是要把任务提早完成 到时你还有更充足的时间 可以做最后的修改 把事情做得尽善尽美 除了阅读和守时 应该培养的好习惯还有很多很多 我就不在这里一意赘述了 好 就跟大家分享到此为止 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